Hi! My name is Kaiwan 今天又要來繼續跟大家分享一下當兵的生活日常 現在已經是倒數的第二個禮拜了 就是我們下個禮拜再去幾天 我們就退伍了 今天拍這支影片的時候是12月31日 那今天晚上要去拍台北101的跨年煙火 所以有還蠻多攝影器才需要準備的 反正趕快把這支影片拍完 那比較衰的是 友人他是1月1號退伍 所以呢他要留守兩天 再假日 然後跨年在營區裡面度過 真的是還蠻衰的 演哏 拍攝結束 再回去當幾天的冰就退伍了 这次回营的时候我带了三碗泡面 我想说我们已经剩下最后两个礼拜不到 就带三碗泡面应该是够啦 不会饿到肚子 还带了超多牛肉干 我回营回连上的时候 有班长问我要不要吃咖喱饭 他们应该是多订了很多很多咖喱饭 所以就每一个人回来他就问要不要吃咖喱饭 我们连上有一个很酷的公差叫做拉菜公差 那拉菜公差呢第一个就是他要拉所有整个营上所有人的早餐午餐晚餐都是他们去拉菜的 那每天早上都要提早半个小时出门 但是他们的福利也非常非常好 早上如果要基本训练的时候 他们在营区外面拉菜 所以他们可以逃过基本训练 然后又不需要站哨 因为我也不知道他们就是不需要站哨 那他们通常早上九点就已经拉菜完成 他们可以从九点滑手机滑到十二点 然后他们中午又有补休 补休又可以补休到两点半 然后星期五还有多一个腰两的架可以放 真的是超级爽的公差 但是因为中午滑手机 九点到十二点这个中间滑手机时间太长 被其他的连好像是招募组吧 反正就被别人看到被长官叮了 所以他们的福利全部都几乎全部都被收走 他们现在只剩补休而已 不用站哨跟不用基本训练 其他的福利全部都被收走 真的是很好笑 这天中午有两个人睡过头 真的很好笑就是他们睡过头 然后我们点名的时候就少两个人 所以我们就打电话问说他在哪里 然后他们其实在睡觉 但是他们回答是 我们在厕所 然后好笑的是那两个人 厕所这个理由就很烂 然后重点是他们集合的时候 还是两个这样子一起走出来 一起报备入列 真的是超好笑 因为两个人一起去上厕所 是怎样的 要关同一间上厕所 如果是他们报备入列的时候又在乱搞 不知道在干什么 所以我们隔天的基本训练就是在 报备入列 就在那里报备入列一整个早上 有人的内物评比 已经快要爆炸了 它就是蚊帐乱折 就是好像几乎没有折吧 然后床很乱 它的全部都是皱折 连铺平都没有铺平 然后重点是 它假日写版还没有放回去 所以又被记忆一点 下午时候我们又继续保养枪支滑手机 算是在偷滑手机啦 因为就是反正有人只要一开门 我们大家就要快速把手机这样收起来 然后假装在保养枪支 那这次开门呢 不是什么执行官 也不是什么连长之类的 这次开门的是副旅长 是旅长 是更大的超级上面的关节 这样子 还好大家动作够快 没有人被发现 然后他就这样子走进来 然后看看那个角落 看看有没有在出什么事情 这样子 反正还好没有被抓包 大家速度都很快 反正就实时戒备 大家都很紧张 就滑手机这样 有风这样子吹一下 他就手机这样说起来 然后看 没有人再继续这样开始划 有多好笑 这应该算是第一次有那个梅花章 就是有旅布的人 上面比较高官的人 走进来查我们 所以就还蛮紧张 大家都还蛮紧张 然后我们带了班长也还蛮紧张的 就是回答也 好像有点怕怕这样子 就是还蛮酷的 大家都很紧张 今晚洗澡的时候 整个浴室都在被轰炸 轰炸什么东西呢 就是有班长在那里狗叫 在那里大叫 大吼 不知道在干什么 很像是精神病患一样 在那里狗叫 对 原因是什么呢 他为什么要狗叫 因为他在那里敲门 问里面是谁 里面没有人回答 他就生气 就开始狗叫 一直 真的是狗叫 他像急娃娃那样子 然后声音量不是急娃娃的声音 是像卡车喇叭这样子 轰炸 就急娃娃的声音配上 大卡车的音量这样子 轰炸 整个连都听得到 后来那个被吼人 以为是有人在恶作剧 就问里面是谁 因为我们洗澡的时候 我们不是最喜欢恶作剧吗 就是一开始敲 谁在谁 谁在哪里 谁在哪里 然后就开始乱来 所以他就没有回答 结果他出来才发现原来是班长 他说因为听到声音 怎么越来越大声 吼越来越大声 他才发现事情不妙 原来外面敲门的 问他是谁 也是班长 所以反正他就被吼 也没什么事啦 反正就是被吼 然后我在旁边洗澡 我就这样探头出去看 哼 开心洗热水澡 然后在那里看戏 我们早餐的时候 会有包子或馒头 那这个包子馒头的公司 叫做什么 新台桶包子 那我觉得他的品质 非常非常不一定 因为看起来 我们吃的包子 是同一种口味 那同一种口味呢 它有的 因为我通常都拿 四五个包子在那里吃 那第一个 好像辣椒有点多 那第二个 哇塞肉怎么那么少 就是肉分量有点少 跟其他的比 少还蛮多的 第三个 肉比较多 然后里面竟然有竹笋 辣椒比较少 就反正他混合的 非常不均匀 每一个同样口味的 结果吃起来都不一样 不知道是怎样 难怪他只能当军中的食物 早上基本训练的时候 有那个功夫胖 我们都叫他功夫胖 反正他就是一个胖胖的小弟弟 他在那里 基本训练的时候睡觉 他就眯着眼睛 不知道他是眼睛太小还是怎样 没有 他是真的在睡觉 他是眼睛又小 然后又在睡觉 反正基本训练 你手一动 你就会被班长点了 他还在那里睡觉 真的是很猛 然后他就是一下被班长点 然后一下又被另外一个班长点 然后后来执行官直接就点他 直接骂爆他 骂烂他 那觉得很酷的是 那个执行官问他说 很累是不是 因为才早上啊 这是基本训练 他就问他很累是不是 那他竟然回答 对 他说他很累 他想要睡觉 反正就各种人骂一骂之后 他又被抓到旁边 被那个狗叫班长去 抓去旁边狗叫 这样子 这一天保养枪支 保养快要睡着 因为天气冷冷了 我旁边人已经睡成一片了 我还是在硬撑 就拿着手机这样子 就开着游戏 但是就已经不知道划什么了 因为我已经划好几个小时的手机了 然后已经 有点不太想玩那个游戏了 然后也不知道要干什么了 因为没有事情可以做 你只有手机跟一把枪 啊你要嘛就是划手机 要嘛就是擦枪 啊两个都已经擦了好几个小时 都已经不知道要干什么了 就真的是 超困超想睡觉 都已经眼睛快要 眯起来 已经快要睡着了 就跟功夫胖一样 眼睛眯起来就可以开始睡觉了 中午吃饭的时候 要带回我们连上的时候 因为我们牌组的干部 全部都去做事情了 反正我们牌 没有任何干部 所以就请另外一个牌 一个女班长 带我们回去 但是这个女班长呢 嗯不知道她在干什么 就是原本我们是可以分批回去 就是先出来 我们就可以先回去 那她不让我们先回去 她一定要我们 所有人到齐 她才愿意带我们走 不知道是在干什么 然后呢重点是 我们时间才四十几分 她就开始催我们吃饭 那我们加菜又这么晚 然后她又在那里催我们 就加完菜 你又没有时间吃 然后她又在那里催 所以就被那个女班长吼 然后我们大家都不开心啊 就明明吃饭时间 我们才四十五分而已 她就在那里吼我们洗碗洗太久 然后排队 大家等太久这样子 大家都不开心啊 所以我们就摆烂 所以走路又走了很烂 然后又脱队这样子 然后那个女班长一步爽 她就是直接叫我们踏步 然后叫我们理定 又叫我们踏起来 然后我们就开始 在那里不知道在干什么 重点是她的声音就这样 踏起来 然后我们大家全部都在学 反正这天中午 我们不开心的有三个点 第一个就是她在那里催我们吃饭 明明时间还很多 她在那里催我们吃饭 还在那里大吼大叫 第二个就是她叫我们踏步踏起来 那平常我们走路 其实就轻轻松松的走回连上 但是她就莫名其妙忽然非常严格 然后在那里大吼大叫 踏起来 第三个问题就是她在那里瞎掰 她是说我们为什么会变成第三批走呢 因为第一批第二批都走了 因为我们吃太慢 所以我们变成第三批 但是不是这样啊 不是这样 她在那里睁眼说瞎话 其实是第一批我们问说 我们可不可以进去 她不要 她拒绝 第二批要走了 我们也问可不可以进去 她也拒绝 她要我们全部到齐才能跟他们一起走 这平常规定不是这样子啊 她就在那里非常非常固执 她也不听我们的话 然后在那里生气 因为不知道是怎样月经来是不是 反正这个中午事情过后 有几件事情发生 第一个就是 那个踏起来变成一个迷因 变成大家都在那里学她 踏起来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有人被抓去约谈 因为她跟上级回报说有这件事情发生 那上级回报之后 她抓了那个女班长出来 跟我们回报的那个人一起去 呃 有点像沟通吗 那后来结果就是 班长们沟通有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烂的一个结果 就好像就没有结果了 就这样子带过 这一天晚上洗澡的时候 我直接一个人冲到我们连上自己去洗澡 直接在六点前我就洗完澡了 真的是超爽 因为我们我知道我们是第一个牌组洗澡 机械牌第一个 然后我就直接在六年前 我就直接走进去洗澡 因为我们连上洗澡 有几个问题 要嘛是人太多 就会没有冷水或者是没有热水 然后呢水压又会变超小 就会洗得很痛苦 那如果人少的话你就会洗得很爽 所以我就一个人在那里洗爽爽 洗到六点吧 六点直接出来 然后剩下的人进去洗 我就自己一个人这样开醒洗 先抢先灵啦 早上不知道怎样 可能因为大家都去打靶了 所以没有干部 但我们基本训练 所以早上没有基本训练 那我们就是开心去打扫 那大家忽然又被派去活动中心 然后要去维修他的天花板 因为有一片天花板这样掉下来 我们需要把天花板放回去 那那个天花板是 五公尺五六公尺高的天花板 所以那个梯子要这样踢上去 那这种也是我们没有那么高的梯子啊 我们梯子平常不是这样子吗 倒V字形的梯子 但是我们现在只是有那种 一根要靠在墙壁上的这样一条的梯子 所以我们就直接拿篮球框这样推过来 我们那根梯子就直接靠在篮球框上面这样子 那有一个人就这样爬上去 去把那个天花板装起来 那下面的人所有都还蛮 好像那个名画一样 就是大家要撑着一个人 然后把那个国旗这样子撑起来 那种画面 大家这样围起来 把那个梯子这样固定好 然后就一个人爬上去 把天花板装起来 那本来想说这个是一个开心的早上 但忽然事情没有这么顺利 忽然在一个上课时间 我们全部都被叫好 全部排好队 全部理正 大家傻眼啊 忽然理正是怎样 忽然理正 全部理正 他就说 你们自己想想看你们做了什么 就这样就走了 然后我们就全部在那里理正50分钟 完全不知道在干什么 他说我们是集体生活 如果你要福利 要看我们表现 反正我们在那里罚站50分钟之后 完全还是不知道到底是发生什么事 莫名其妙被站了50分钟的站 真的是荒谬 那大家都开始猜测 有人就开始听说 好像是有人在那里 呛班长说 反正你又不会动巴我们 然后又有传说说什么 有人在扫地的时候跳舞 那个应该也不是重点 那又有人在传说说 可能是有人去问连长 想要放12点的假 问他为什么没有放12点的假 然后又有传说说 就可能是因为那个胖子在那里睡觉 反正有各种传说 那我们就因为班长没有告诉我们实际原因 他就说你们自己想想 然后就叫我们站50分钟 所以我们就自己想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 整件事情就很芭蕾 就是他不告诉我们到底是谁去做了什么事情 然后结果就罚全部的人 那大家都问号啊 所以你只要有人做了奇怪的事情 像是那个功夫胖一直在睡觉的话 那我们就会排挤他 我们就会愤怒啊 就是他被骂 可能大家都要一起被骂的这种感觉 他可能就是做了一件事情或是怎样 他可能平常都很废 那大家都不开心啊 因为大家想要好 但是没有办法去管那一个人 那班长也管不了他 那变成我们大家自己管 那自己管就可能去欺负他 去排挤他 就变成一个荒谬的状态 就群体生活 一个人不好 那大家就会去排挤他这样子 或是愤怒啊怨恨 就整个环境就是非常很烂啊 就不好这样 下午时候被派去跟一个鲁蛋班长 去出公差 那那鲁 为什么叫他鲁蛋班长 因为他就真的讲话跟喊鲁蛋一样 他讲话就这样 没有人听得懂他在讲什么 他真的讲话就这样子 他真的很好笑 他做的事情也都很好笑 然后又常常被其他的班长点 可能就是一个很欢乐的班长 像是部队在前进的时候 然后有人在咳嗽 然后他就说 部队不要讲话 根本没有人在讲话 有人在咳嗽 然后他说部队不要讲话 那么后来又要去靶场搬东西 那靶场刚好在打靶 所以就会有管理人员 在那里管制大家的进出 那那个鲁蛋班长就问 可以进去了吗 反正 他说可以了 那那个鲁蛋班长很搞笑 他自己说放行 放行应该是那个管制处那个人喊的 结果鲁蛋班长自己说放行 超好笑 不知道在干嘛 放行什么东西 就跟你那个开车 要离开营区的时候 那个他检查完 应该是检查那个人说放行 结果他有点像那个司机 然后自己喊 放行 然后自己开轴 这一天因为我们连上在打靶 所以送枪的时间比较晚 所以差不多八点半吧 才去送枪 晚上八点半才去送枪 中间前面都在插枪 就插到晚上 洗完澡还在插枪 反正插完枪 送枪之后 我们就直接上床睡觉 根本没有自由时间 这一天比较累啊 都在插枪 这一天早上有约会 就是所有的脸 全部集合在活动中心里面 然后驴长会来颁奖啊 然后讲一些垃圾话 这样子 那那个驴长真的是很会讲 他只有三 还是四个重点 他可以讲超久 他讲了整整的一个小时 我们前面又在那里彩排超久 所以我们就是站在那里 彩排超久 又听驴长讲超久 真的是大家都已经站不住了 就开始看到前面有人开始这样扭啊 然后抓脚啊 抓背啊 然后开始 然后执行在那里也 没有说什么 因为他们应该也快站不住了 大家都不耐烦 你看驴长在那里 讲得很开心 讲一大堆废话 他就一直绕圈圈 他就是一直 呼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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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呼应一次就好 不要一直呼应二十次 讲一个重点 呼应一直呼应一直呼应 一直转圈圈 反正约会结束之后 我被派去出公差 那出公差呢 因为我就脚有点受伤嘛 脚膝盖有点受伤 有点拉伤 但是又不知道要到底要找谁求救 就不知道到底要跟谁回报 因为我已经其实跟两个班长讲了 两个班长好像都忘记了 还是怎么样 就变成回报 我们想要去医护所 他们也好像没有办法当下 就直接带我们去医护所 因为其实大家都超忙 人力就不足 所以大家都超忙 大家有事情要做 所以你可能跟他约说 明天还是怎么样 下午晚上之类的 那他们可能就忘记了 然后你就没有去医护所 所以你没有办法开证明 然后你就要一起去出公差 然后你脚在那里痛 然后你还在那里搬重物 这一天我被安排站哨 反正站哨就是开心聊天两个小时啦 而且你一个小时之后 就会换另外一个哨 那你就可以跟另外一个人聊天 所以就是开心的聊天 跟两个人聊天两个小时 那在换哨的时候 听到班长在聊天 他们是说 有人 就是前阵子有人 逃离营区 就是半夜的时候 好像半夜 他要逃离营区 要出去干什么 反正他翻墙 反正失败了 就是刚好被那个提示网 好像勾到脚吧 整个脚流血这样子 然后他隔天就被抓了 就被发现了这样子 逃离营区 所以我们现在整个营区外围 全部要抓 加装那个监视器 还有加装什么压力感测条 还是什么的 反正就是有人踏上去 可能就会通报之类的 那班长聊天也说 可能因为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才被越管越严 因为那个不是训练医 那个是志愿医翻墙出去 所以还蛮夸张的 这天晚上的时候 幸好我没有冲第一个 因为这一次 帘上没有任何热水 因为忘记好像开 好像跳电嘛 所以没有热水 没有烧热水 所以第一批洗澡的人很可怜 就直接全部都是冷水 那后来因为热水太慢了 我们直接去另外一个帘洗 另外一个帘浴室超赞 它的热水水压超强 然后水又稳定 就整个是从地狱到天堂 我们是水压少 忽冷忽热 然后还有可能忽然 全部都变冷水 那另外一个帘是 完全水压稳定 热水稳定 你可以从头洗到尾 超爽的超舒服 而且我们帘上 不知道是窗户的位置吗 就是刚好风向这样子 直接从头吹到尾 超冷 所以你洗上班生的时候 你脚是冰的 下面有风这样吹 超冷 那另外的帘真的是超舒服 就整个超温暖 大家在里面洗 真的是从地狱到天堂 这天早上发生了一件事 就是有一个已经退伍的那一个人 就是昨天退伍的那一个人 在大群里面传了一篇文 大群是有连长啊 有任何的什么士官长之类 全部都在里面的大群 整个连的大群里面传了一篇文 我就直接把它放在荧幕 大家可以慢慢的看 那那个早上我就陆陆续续的 看了这篇文好几次 那每一次看就越来越可悲 觉得我们连上怎么那么可悲 那大家其实也非常有共鸣 就他真的是点出非常非常多 我们连上的问题 不管是我们连上的问题 整个旅 整个营 或者是整个所有国军的问题 就是 就是这些问题 就是管理上的问题 啊 他还是无解 就不知道在干什么 那这一天早上我们要大家一起去检查 一些平常我们没有碰到的东西 什么连组检 就是去检查所有连上的一些设备这样子 那他就会有一张表 说可能我在检查一台车子 那他就会告诉你说 什么油箱啊 什么油有没有够啊 然后 呃 汽油有没有够啊 电有没有够啊 然后有没有灰尘 有没有损坏之类的 有一张表 有一个SOP 然后就可以让你 呃 一个一个去检查 那这个东西呢 我们平常根本没有在检查的东西 那我们也就是第一次 被这样子叫说要去检查 因为旁边有很多高官 啊 他们也很怕啊 就是怕高官过来查我们 那结果呢 根本没有高官想要来查我们 反正就是 他们很怕高官会来查我们 怕我们不知道怎么回答 所以就是 讲一大堆 就是 要什么跟着步骤啊 一个一个步骤来啊 然后好像很认真 但其实大家都不知道在干什么 那我负责去 呃 看 就是去查那个 堆高机 我们那个堆高机根本没有办法查什么东西 那个表就是这样子 啊 一大半的东西全部都要发动后才可以 查 才可以验 像是油啊 有没有油 或者是什么喇叭 什么有电 那些全部我们都不能测 啊我们就只能看看外观 哦 就是很破烂的一台机器 说好了要了我们12点的价啊 我们在那里11点多还在送枪 送完枪就已经12点了 送完枪12点了 集合离轩 结果呢还是叫我们去扫地把整个我们淋上了整个周围的落叶全部要全部扫干净不知道是怎样 然后我们刚好这个执行班长又非常非常的认真的非常的严格吗 反正就是有落叶有什么东西你就要整个把它用干净 所以我们连志愿意训练义全部都这样子全部一起扫地然后一起捞水沟真的是炸累 我已经开始不耐反了开始使用暴力在扫地那个扫法是用全身力气在那里用力甩用力扫那个落叶是这样跟喷烟一样所有的尘土飞扬 结果最后搞了一大堆1点20分才离开营区就根本诈骗集团嘛 你看又是画大饼然后又办不到的事情 说我们准时放假也要让我们准时收假 从来没有准时放假 有啊前面有几次准时放假 那后面都不知道在干什么 上面想要准时放假 啊下面的人就一直在整你不知道在干什么 军中生活